第四屆的董監事已經延任近六百天 那我給大家一個比較明確的數字是 到今天已經第五百七十三天 就是大概十九個月 那在這個期間 民間團體或一些傳播學者 都一直訴求說 希望趕快把第四屆延任這個問題解決 那一直都沒有動作 那也很高興到今天已經第五屆的董監事 董監事的名單要開始公佈 然後要開始審查 可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還是要到這裡的地方來 提出我們的訴求 因為我想到現在除了文化部內部以外 到現在還沒有人 還沒有任何人知道名單長什麼樣子 即使包括審查委員也沒有人知道 我們可以比喻說 比如說打一場球 觀眾都準備好了 裁判也準備好了 可是求援我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是誰 那我們得到消息是說 審查委員十二點開始的時候才會拿到名單 可是今天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審查委員能不能很清楚的 了解到每一個董監事的他個人的資料 或是他以往的經歷 然後做出很明確的審查 這個是我們擔心的部分 所以我們第一個訴求是希望文化部 趕快把名單公佈 希望讓各界能清楚的了解到 另外一點是假設在今天這麼急促的審查時間內 是不是審查委員不用急著趕快去做決定 是不是今天類似談話會 或是簡單的審查之外 是不是盡快在一兩週之內 趕快再召開第二次的審查 這是我們第一點的訴求 然後第二點我們也希望審查的過程是能公開透明的 可是我們知道的消息好像只能就是文化部他們會錄音而已 那這樣子對外界來講 還就是不能很及時的透明 所以我們還是會要求說 假設沒有辦法讓媒體在現場公開採訪的話 那應該文化部也要能錄影下來 然後再提供給媒體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整個過程都應該是公開透明 讓除了審查委員去審查之外 也能夠讓民間所有的關心的人士都能了解 所以今天我們的訴求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我們有安排一個行動句 那我們現在點一下行動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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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超級 好 聰部長 你什麼時候公開公示董監事名單呢 趕快公布啊 诶 龙部长 这上面的 这谁啊 我怎么都不认识啊 诶 这不熟 叫我要怎么选啊 什么 公事董监事名单竟然是黑箱作业 龙部长 拜托啊 你要公正公开的我们的公事董监事名单啊 黑箱作业 审查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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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箱 审查公开 黑箱 审查公开 调查公开 我再过来 再过来 再过来 我们最后再上口号 大家再过来一下 公開名單 公開名單 拒絕黑箱 公開名單 公開名單 拒絕黑箱 公開名單 公開名單 拒絕黑箱 我們的記者會就到這裡 媒體有沒有要問問題 沒有 那就感謝大家 到這邊結束